東涌多條街,馬蹄蟹都失敗 OMG,馬蹄佬,牠不怒怒嗎? 不能對牠演戲,我會很憤怒 說著中國二級保護動物之一的馬蹄蟹 學名後,就快沒了 因政府想擴展東涌新市鎮 東涌灣一帶,要大規模田海 很多馬蹄蟹BB棲息的東涌河,可能都受影響 如果這個泥灘是廣闊,開陽,馬蹄蟹就會上來 但現在收窄到一條河道,馬蹄蟹就不太喜歡 我看西港海鮮家人都賣了,最多不能吃,有多重要 調查者發現,幾年來,在香港出沒的兩種馬蹄蟹BB 重量少了九成,相信與西部通道這些大型基建有關 多個環保組織都批評政府,以往一系不做環評 早又不夠全面,反對東涌灣田海,連專家都支持 馬蹄蟹一個活化石,在這麼多億年前,已經生存在地球 它都生存了這麼久,到現在才滅住 其實很可愛,很可悲 他們現在正在搞人工繁殖,希望將存活率 由萬分之一,提高到一半 養到兩歲就會放生,但生不生存到,都要看環境好不好 就好了